但是你还是在哪儿 永远都那么淡定 其实我有时候脾气也不太好 有的事情 对了 就是你们得完总冠军的时候 你跟艾伦 你的输职 你们输职之间 在那个通道上聊了好久 你们说什么了 这几年可能在球队 对艾伦可能有点不太公平 所以比完赛那天晚 我们俩拥抱跟他说 对你不太公平 我希望你去理解 因为在我们的团队当中 不管是在生活当中 还训练当中 作为我来说 说艾伦可能说的 也是批评的 可能次数是最多的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对自己的孩子 总是要严格要求吗 因为作为我来当主教练 从当教练第一天 我带队 就是在队伍 不管是管理还是训练 必须是一次统赢 这让这个队伍的凝聚力 更强更能团结 这是很重要的 尤其艾伦大家都知道 我们俩有这层关系 在这一个队 确实说他说的更多一点 其实拿了这个总冠军 圆了大家23年的一个梦想 人的梦想总是不断升级的 对吧 郭志导 虽然拿到冠军 但是我们不会停止 我们努力的脚步 我们在我们在工作当中 学练那种比特上当中 还会去创造出更多的佳机 其实他们很期望 很期望辽宁王朝早日到来 最重要的也是把我们 这些优秀的运动员 能留在辽宁 这是至关重要 这是对我们球队的成立 最好的包装 郭志导希望把优秀的球员 都留在辽宁 而我想说 其实在全国四国